本期内容如下,英伟达怒对拜登政府的芯片出口禁令 OpenAI重启机器人项目并秒封ChatGPT驱动的武装机枪 医疗AI比人力更费钱,但能创造的就业机会比消除掉的更多 避免签密医疗AI的数据投毒危机 以及如何仅用450美元训练出媲美GPT OOE的推理模型 你想了解的AI大事件,尽在本期AIA避免 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开表示反对拜登政府出台新的AI芯片出口限制 据悉,该限制旨在防止中国利用这些芯片增强军事能力 英伟达则反驳说,这种所谓的防中国政策 不但将损害美国经济,不利于国家利益 反而会助长竞争对手,迫使中国转向替代方案 特别是拜登马上就要卸任 英伟达认为此举不该抢在特朗普上任之前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也警告称 这项新规将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会削弱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不管这项新规是不是砸脚的石头 反正英伟达的股价倒是因声下跌 OpenAI此前曾解散了的机器人团队 现在又复活了 他们的硬件主管在社交媒体上放话 这次不但要自主研发 并且会配备定制传感器 根据最新的招聘信息 OpenAI想造的是那种上得了厅堂 下到了厨房的通用自适应多功能人形机器人 使其能在真实的动态环境中 像人类一样智能地工作 机器人技术无疑是当前的热门领域 去年风投在该领域的投资超过64亿美元 潜力巨大 OpenAI曾投资过的Figure和EX这两家公司就在干这个 你对OpenAI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是否有所期待呢? 一位工程师将Chat GPT接入机枪 实现了语音控制射击 尽管视频演示中只使用了空包弹 但OpenAI迅速出手 直接掐了它的API权限 不过大家先别慌 这玩意与其说是终结者 不如说是一把高级声控玩具枪 视频中语音指令的反应速度 远不如其他AI自动追踪和目标识别系统 而且实际上早在大语言模型爆火之前 军迷们就已经能造出过自动追踪射击的武器 只不过这次的事件再次唤醒了人们 对自主运行的AI武器系统的警惕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OpenAI去年年初就更新了使用条款 取消了对军事和战争用途的限制 一面ban掉民间发明家 一面自己和军方搞合作 这不操作 是不是有点耐人寻味呢 微软近期依旧在大幅裁员 但唯独AI团队几乎没受到波及 这和隔壁其他部门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份内部文件揭示 为了避免关键AI人才被竞争对手挖走 微软还寄出了高额奖金策略 这份文件显示 管理层有权为他们认定的关键AI人才 申请留任奖金和特殊薪酬方案 评估表格中 专门新增了关键AI人才的认定项 以及人才流失对AI项目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 事实上 AI人才的薪资早已水涨船高 此前的泄露信息显示 AI软件工程师的平均薪酬远高于其他工程师 微软首席技术官甚至曾公开承诺 将匹配从OpenAI挖角而来的员工薪资 面对如此白肉化的竞争 AI人才的价值未来还会继续攀升呢 医疗AI省钱吗 可能会更烧钱 最新研究指出 医疗领域的AI应用并非一劳永逸 为了确保AI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持续的人工监控必不可少 以宾西法尼亚大学的AI算法为例 本来预测病人却是概率挺准的 结果疫情一来 预测准确率下降了7% 直接导致患者措施最佳治疗时机 埃莫里大学的肿瘤学家也说 这并非个例 许多医疗AI系统都没有做常态化监测 而斯坦福大学的首席数据科学家提出质疑 如果进行常态化监测 但伴随增加20%的成本 那用AI还划算吗 此前一份研究显示 即使是最先进的AI模型 在病例总结方面仍有高达35%的错误率 如何确保医疗AI持续可靠运行 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AI竟能创造数百万新工作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报告预测 到2030年 AI将在全球范围内竞增7800万个工作岗位 该报告调研了全球千家企业 发现尽管有40%计划以AI自动化裁员 但更多企业看到了AI带来的机遇 AI技术预计将创造1.7亿个新职位 同时取代9200万个岗位 未来 AI和大数据专业知识 网络安全和技术素养 将成为雇主最看重的技能 而邮政服务人员 行政秘书和薪资专员等职位 预计将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 平面设计师和法律秘书 也在快速衰退的职位列表中 可能与生成是AI发展有关 报告强调 企业倾向于人与AI协同工作 77%的企业计划推出再培训项目 你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临床AI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 最近的论文揭示 医疗领域的大语言模型 存在被数据投毒的风险 这篇名为 Exposing Vulnerabilities in Clinical LLMIS 的论文研究了 如果给AI偷偷喂入 错误信息会怎样 他们以乳腺癌领域为例 进行了分析 医疗AI通过学习 海量医学数据来工作 但这些数据来源广泛 可能被恶意掺入虚假信息 这就是数据投毒攻击 论文举例 坏人可能通过发布虚假文档 来推广课定药物 污染AI模型 使其给出错误建议 研究人员想知道的是 数据投毒对医疗AI威胁有多大 能否操纵AI输出 他们的实验主要用两种投毒方法 一是指令欺骗 用错误信息误导AI 二是修改记忆 直接篡改AI知识 他们用BioGPT模型 和乳腺癌数据进行实验 结果令人担忧 研究成功操纵了BioGPT的输出 当被问及乳腺癌治疗时 被投毒的AI 可能给出错误的治疗方案 更惊讶的是 攻击很隐蔽 AI的错误答案表面上 可能仍然流畅合理 难以察觉 这仅是我们 不能完全信任AI输出 尤其在医疗领域 想象未来医疗更依赖AI 恶意攻击 可能导致错误诊断 后果严重 再介绍一篇低成本训练 推理模型的论文 近来 OpenAI的OE等推理AI模型 能解决复杂问题 但技术细节没有公开 问题是 我们能否低成本 开放地构建 同等强大的模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Norosky团队发布了SkyT1模型 训练成本不到450美元 他们巧妙地利用 开源模型千问2.5 作为基础 为了赋予模型推理能力 他们先用千问生成初始数据 并用GPT4O-Mini优化数据 使其更易于被模型理解和学习 这个过程就像把复杂的教材 整理成清晰的笔记 方便学生吸收 那么SkyT1的表现如何呢? 在关键的推理和代码测试中 它媲美OE的早期预览版 例如 在Math500数学测试中 甚至超越了OE预览版 当然 在专业领域 还有提升空间 但考虑到成本 结果还是令人振奋的 这项研究大大降低了 高性能AI模型的训练门槛 让更多人能参与研发 未来小型企业 也能够低成本 训练出强大的推理AI了 这项研究完全开源 代码 数据 模型权重 全部公开 感兴趣的话 不妨一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 分享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